台北市政府準備好了 熱情邀請您的加入 今天距離台北主辦小奧運之稱的 世界大學運動會剩下608天 台北市政府至廣州接旗後 已準備好著手各項籌備工作 為了扶植青年選手 系列宣傳海報與影片外 台北市政府觀光傳播局 邀請我國首位入選2013年 柯山世大運國際青年記者 也是亞洲唯一女性的 馬傑堯現身說法 分享親身經驗 她也在青年行銷研營課程中 擔任講師 分享擔任國際青年記者經驗 緊接著的是 運動大導演與片針見活動 跳雪優勝前三名作品 還能在12月19日 在西門紅樓北廣場 舉辦的台北市活力運動程式 活動播出 現場將有潮流運動表演 以及無聳樂團 還有超人技的Lami Girls 以及參與 與民眾現場互動 有獎真達 喜歡運動的你 別錯過喔 2017台北世界大學運動會 即將於2017年8月19日 至30日歡慶登場 來自150億國的 精英運動員群場競技 將吸引大規模國際造訪 亦將喚起全球運動粉絲的激情 及全球媒體的強力放送 更予含無限商機潛力 台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 即刻券需夜限加入 歡迎企業界提供資源 共同參與 為三會提供全方位的優質服務 共享永藥時刻 使用技術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